大家好 我是丽雅 山东女排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好苗子不断 本届全国锦标赛 她们的14人名单里再度出现许多潜力股 作为新帅的安家杰在接手球队后 也开始大力提拔年轻血液 对队伍进行了一次新老交替 在二传位置上 安家杰已开始提拔年轻的04年新兴谢圣玉 舍弃了曾多次入选国家集训队的梅孝涵 在报名名单里 甚至已经看不到梅孝涵的名字 也就是说山东女排已经确定了本周期的二传组合 蔡雅倩主打谢圣玉替补 不得不说 要舍弃梅孝涵还是非常需要勇气 毕竟连续两年入选国家集训队 就可看出她的实力和潜力 无奈梅孝涵和蔡雅倩的年龄相仿 再加上蔡雅倩今年入选了中国女排式联赛名单 是国家队重点培养的年轻新兴 所以安家杰培养蔡雅倩也无可厚非 除了年龄相仿外 梅孝涵被舍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她的传球风格和现在这只山东女排有些格格不入 梅孝涵的传球特点是四号位传球稳定 能够激活主攻的进攻火力 但在二三号位传球上略有瑕疵 不爱组织复攻战术 白白浪费了杨涵玉王文涵等人的进攻 上一周期 山东女排以梅孝涵作为球队的主打二传 结果成绩并不理想 之所以每次都是大热出局和梅孝涵传球单调有关 无法激活复攻后 主攻和坚硬的强攻压力就会变大 对方的拦网也会变得更加有针对性 蔡雅倩则不同 她的复攻战术球传得要比梅孝涵得体 符合安家杰现在的技战术要求 04年的谢盛玉是为了下届全用会考虑 球队不可能培养两名年龄相仿的队员 肯定会以一老一少的形式进行搭配 谢盛玉上赛季转会浙江女排 虽然是首次参加联赛 但就场上的表现而言并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球员 是极具培养潜力的新星 安家杰大力提拔谢盛玉也是看中了她的潜力 本届全国锦标赛是安家杰从国家队回归地方队后的首秀 就个队实力来看 山东女排再度成为夺冠大热门 她们队中的孙杰 杜清清 郭慧珍和宋新宇都有大量的比赛经验 车文涵 蔡雅倩也都是备受看好的新星 戏盛言 马广赢层都是青年队的潜力之心 所以这样的阵容下 山东女排具备冲关实力 就看临场发挥 山东女排全景赛14人名单如下 主公 杜清清 车文涵 谢盛言 李欣复公 马广赢 郭慧珍 王楚涵坚硬 刘洪飞 张孝涵 孙杰二传 蔡雅倩 谢盛玉自由人 宋新宇 宋立奇主教练 安家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